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即時攻略直播環節 想跟大家跟進一下汽車股方面的表現 嘉賓是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王偉豪在旁邊跟大家聊天 Rafi,你好 我想和你談談汽車股方面的情況 因為都見到稅銀方面在教授時份發表了一份研究報告 他說整個汽車板塊有個別消瘦表現好像有放緩的情況 反映整個經濟大環境在過去12個月增長有弱勢 稅銀方面亦預料未來兩個季度 因為夏天是傳統淡季 再加上之前有個高級送效應 內地股市強勢 影響了消費者和一些分銷商之間的採購關係 這裡也提到有幾個原因 之前基數高 現在都可能面對淡季等等 但他也提到年底方面 可能銷售表現就會做好一點 加上可能有些國習方面的扶持 但怎樣也好 這陣子 我想汽車股也不算是市場的焦點 暫時又如何看回銷售量的情況 不如分析一下 近陣子的汽車股出來的銷售量 普遍來說 是否收不收貨 亦是否真的說到這份報告 向轉差 當然 如果以你說的汽車股來看 當然今年年初回來 大家當時看起來都比較樂觀 預期其實銷售會 是繼去年下半年開始 有一個繼續回聯的現象 沒錯 一兩月是OK的 但你見到之後 譬如三日份開始 明顯地見到 其實各地的汽車股 支持不到國銷售 明顯地倒下去 去到這一刻 大家的看法 都已經變得審慎了一點 當然你問到我 即是怎樣看 或者不同意報告所說 我覺得部分是同意 一來你見到 季節性因素 其實這是對的 但是不是季節性因素 而令到二年變幅 有一個明顯的跌勢 其實就不太同意 因為你認為季節性因素 即是每一年都會有這個情況 始終按年的比較 不會因為今年有季節性因素 去年沒有的時候 就有明顯的影響 所以這一點 我覺得你可以說是一個淡季 但不會影響到 按年的變幅 有明顯的跌勢 或者是負傭的情況 但反而你說 剛才說的高基數效應 這一點可能真的有少許影響 因為剛才提到一點 在去年下半年回來 明顯地較上半年 是回暖不少 亦都幾意味著 其實下半年那條數 整整整個行業 是比較做得比較好 所以以今年下半年來解 除了最近下半年 的機數比較高 自然影響性一定會有 反而我覺得這一點 的確可能會影響到 銷售來說 會有個個個個的 貨幣的情況存在著 而且以另一邊的商 特別見到個別的汽車製造商 也有些減價現象出現 去提升上市場 去推銷銷量 原來你說 量可能最終是補到的 但始終銷售額來看 其實就未必撐得住 因為剛才對於減價情況 所以暫時前景上說 我覺得就叫做中性一點 但整個板塊來計 始終就正如說 這段時間不是說市場超點 也不算太過運行的時候 其實股價個別都漏漏了 所以股價來說 不少不少都反映了 你問到我自己的理解 暫時看法 我覺得又不算太過差 好 我們不如跟大家跟進一下 數字先 另一份報告 剛剛我們說到瑞銀 其實都看到德銀 另一間行 亦有大股報告 比較中性一點 說回汽車版的情況 他說內地汽車版塊 自從今年4月起 就說跑輸了 恆新的國企指數 認為內地的乘用汽車批發增長 其實有放緩至到4% 有甚麼問題困擾 剛剛都說到 就是價格方面 可能有調整和需求不足的問題 以及最重要是存貨 需求不足 加上都有產能降性的問題等等 可能這一陣子的股價比較低一點 但到年底方面 個別的汽車股份來說 都應該會有一個追捧 特別他點名說了幾隻 例如1958 北京汽車 他就說可能他們公司有強勁的產品 消售渠道等等 亦會有一個好的表現 個別來說 又簡直是吉利 汽車的股份編號175 評級方面也是由持有上條到買入 至於長城汽車方面 就將目標價 評級稍微調低了 由買入下條到持有 因為要反映近來強勁的股價表現 他提到存貨問題是一個焦點 尤其是說到首四個月 五成熔市的汽車批發增長為8% 比起之前去年同期一成就有所放緩 如果只看四月份就只有4% 是否真的好看個別的汽車股 要看看他們的甚麼產品或品牌 才可以推出銷售量 接下來有沒有甚麼新車 可以衝勁 個別的汽車股來說有衝勁 當然你說整個版法來看 正如大王所說 那個增速可能就明顯復活了下來 但的確你說個別的汽車企業 整個版法雖然是疲弱一點 但不等於公司都是差 或者是不選擇過 的確本身個別的汽車股 做的業務或者主打的汽車品牌 或者檔次都不同 都會有個不同的程度的看法 例如有些人做SUV常說的長城 我相信其實看法仍是OK的 因為長城當然你不能夠 依求它之前那樣高速的增長 但就從SUV方面的需求 其實在國內來說都仍然是強勁之餘 更加的定位上看 跟普通一般的成用車不是太相同 面上就不是太瘦 那些減價的影響性 所以SUV方面 我相信都站得比較硬 所以以長城來說 我覺得看法仍然是偏向樂觀 而你說二來的 譬如剛才說過北京汽車 那究竟同不同意報告所說 看得比較樂觀呢 當然這隻股品自己看法是OK的 因為之前一股也推介過 當然大家知道它的名字是北京汽車 當然有自己的本土品牌 北京汽車的品牌 但除了這個品牌之外 其實它都有做另外兩個代理的品牌 北京現代和北京奔馳 一個是韓國品牌 一個是外國品牌 那這些外來車來計 始終在國內方面 的需求性還是偏強的時候 我相信對於它的銷售來計 其實都會有一個比較好的帶動 兼且以下半年回來 其實北京汽車都原來多不同的新車 會推出來市場買的 亦預期其實訂單因素都是不錯 所以的確這些來說我覺得又是好一點 但你說最後一隻就提到的 例如吉利來計算 這隻我自己就比較審慎一點 因為本身它的定位就是本土品牌 雖然檔次上比較中低檔 價錢也比較便宜一點 但始終隨著近期 很多的外資品牌車都不斷減價賣的時候 其實變相吸引性上去看 可能外資的車更吸引 如果你打給家人 給多少錢買到外資品牌車 我相信國內的市民都願意這樣做 所以你說對於本土的汽車的衝擊 的確都會有在 所以以吉利來計算 我自己相對看法就比較審慎一點 好 聽來我想就會選擇長城 因為都有各別幾間大行就暢好 還有近來長城汽車的股價都 這段時間的調整就在10天線以下 究竟何時可以買呢 初步來說是否不需要擔心呢 因為100天線方面應該都有支持 多根進考就像這份報告稅方面 給它一個買的評級 目標價方面是62元 如果個別你看 因為都是真的有新車 例如Hummer H2 H1 H9等等 其實它說全年銷售額 都可以達到接近100萬 同比增長有三成左右 以及預測他們的盈利貢獻 分別就是盈利 2015和2016年分別可以增長4成2和2成2 基於種種原因 又說到煤力率的憧憬可以有個上升之下 就暢好了 很明顯的了 目標價到62元左右 長城汽車如果大家要看好的話 有什麼走勢或前景方面是怎樣分析呢 當然以走勢來說 當然不算得很好 但對比其他救備車股 它算是只有一個不實 在50元的樓上不斷浮沉住 不是太差 所以初步來說 我相信只要50元的彎 可以守住的時候 其實可以嘗試買下去 以後市角度來說 都說以區間性上落 60元樓上做初步目標價 當破到的先祖網高點都未遲 而下面的話 我相信只要這一層不穿46元樓下 問題不大 所以可以放在46元做初步的指示位 好的 謝謝Rafi 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會有其他的問答環節 以及會解答大家的股票問題 千萬不要走開 休息一會 稍後再稍後再稍後再稍後